你跟顾洁的司机熟吗 你跟顾洁的司机熟吗 你是想让我问问他 顾洁为什么到这儿来 几点来的跟谁一起是吗 他的司机是他的心腹 你想顾洁离开律所 他的司机也跟着走了 他应该什么事都知道 人家是顾洁的心腹 又不是你的 再说就算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万一他智商不够呢 你总是习惯 把别人想得比较蠢 我从来没认为你很蠢 他们为什么不上车 站在路中间啊 也许是想等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伸出腿来伴我们一脚 那怎么办 我说他待会儿 要真伸出脚来的话 踩过去 然后说对不起 这么快又见面了 对啊 孙超越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客户 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说服朗洪女士 接受我们的条件 你们什么条件 我们受孙超越先生的委托 太啰嗦了 说重点 重点就是 朗洪女士如果选择再嫁 孙先生将会赔付一笔嫁妆 如果选择不嫁 那么孙超越先生 会按月支付他一笔生活费 生活费的多少 我们可以谈 那我们还是法庭见吧 法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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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找的他们呀 而是他们找的孙超越 这个问题非常好 但是 你应该问兰兰 我姐刚才发了好大的火 我们早点来也好 你们都知道了啊 孙超越找了两个律师 来跟你们谈条件 太过分了 还跟我们说啊 孙浩瀚所有的财产全都是孙家的 说我姐就是一个外人 还给我们念了一遍孙浩瀚的遗嘱 说按照遗嘱上说 我们就是灵济城 包括这套房子 都不是我们的 你说气人不气人 姐 罗宾和何赛来看你了 我认识他们 你们喝点什么 你们是来毛随自荐的吧 我们不是毛随 但是我们确实希望 你能够信任我们 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我们 我不会委托任何人 你不打算起诉了吗 打算啊 但是我没钱请律师 我的信用卡啊 全部都被冻结了 我们可以给你做风险代理 就是打赢了给钱 打输了就不用给了 我知道什么叫风险代理 但是我不能输 我承受不起这个风险 你看啊 你也做过律师 律师不能百分之百地承诺上诉 就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所以我才不打算请律师 为什么呢 是你不相信律师 还是不相信我们 我自己就是律师 我为什么还要花钱请别人呢 你确实当过律师 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职业了 那是因为我嫁人了 所以我现在打算付出 付出 对 重操就业 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案子练手啊 那你觉得 我拿谁的案子练手更合适呢 你找些无足轻重的 哪怕是输了也无所谓的 什么案子是无足轻重 输了也不太所谓的 对于律师来说再小的案子 对于当事人来讲 都是天大的事 谁会把自己天大的事 拿给一个律师练手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 反正我绝对不会 把自己性命攸关的事 交给别人 是 何在嘴笨 他的意思是说 是 你做过律师 但是你已经离开很久了 对这个行业会有些生疏 所以他建议你 先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做起 不要一上来 就打生死攸关的官司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凭什么要从最基础的做起 我跟你曾经是同事 如果不是我结婚离开律所 我不会做的兵力差 这是给你的 什么呀 你打开看看我们就知道了吗 于叔叔送你的 为了表示他对你的谢意 这可是于叔叔手工做的 他手工做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 他是一个工艺美术师 做的什么我也不知道 既然老人有这片心意 你收拾就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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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你肯定有事求我 对不对 我是有事求你 但不是工作的事啊 是我个人的事 我想请你帮我一忙 别吃 别说 你冻筷子 我不的 我怕到时候你跟我说了 我帮不上忙 怎么 我还吐给你啊 那你要帮不上我忙的话 赶紧你请我吃一顿 不要 我最讨厌的就是欠别人人情 赶紧呢 先说 行 是这样 我不是马上要出国流血了吗 我爷爷现在岁数也大了 他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 我还是对他有点不放心 你平时没事的时候 你能不能去养老院 看看我爷爷 跟他说话什么的 当然没问题了 就这事 然后万一啊 我说是万一啊 如果我爷爷病了 他需要签字 万一我要是赶不回来 你也能签吗 爷爷没有其他的亲人吗 我爸去世得比较早 我妈回来也结婚了 他身边没有其他亲人 那你觉得要不要给爷爷 找一个议定监护人啊 我找你想帮我的 就是这个事儿 爷爷他知道咱俩分手了吗 我没跟他说 我爸跟他说完以后 他有稳多稳息的 没事啊 如果你要是不想帮这忙 或者说你要没难的话 我再想其他办 开车吃饭 别急想咱俩吃饭 你还要主食吗 我给点一个 你要给你爷爷找一定监护人 这事儿 他知道吗 知道 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候选人名单 之类的 给了 我 除了我 除了我 还有没有其他候选人 余叔叔呢 余叔叔 他多大的岁数了 说得也是 我爷爷是认识你 他也信任你 没事 你要是吃在那什么 我就跟他失望 失说 那他岂不是很失望 半辈子都过来了 什么失望事没见过 也不差这一见 行 真的 嗯 答应了 这是什么 一顶监护协议啊 你先看看 看看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 过两天我再点工程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从来不打 无准备的账 那我问你 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